我是一个念法律的人 如果我们家的建筑物有越界建筑的话 那法律上面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就在《千一六游行》登场的前一晚 黄国昌和馆长直播终于任了自家为鉴 78年79年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盖了一栋透天的房子 那那个透天的房子 后面他们的确是有增建违建 那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寄存违建 三十几年前的东西 家有违建但盖的人不是他 连正来争议黄国昌只认一半 反批国产署认定他的细致透天错 占用国有地过程有猫腻 看看国产署新闻稿 5月17号就已经到这块地测量 而黄国昌是在6月26号才正式召开记者会 宣布要上街的主题 7月初他才连环报土地争议 我一定尊重主管机关的认定 但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你们连通知都没有通知我 我们的国产署解释是用发新闻稿的方式 来处理这件事情 国产署解释是因为14号才收到 新北市府测量通知 而对外的说明未先披露 是被动接受媒体询问 一般来说流程量完土地面积确定有违规 会先算使用补偿金再通知当事人 新北市府则说如果有收到国产署代委 拆除通知就会处理 但目前还没走到这行政流程 方国昌上街头演讲家中土地违剑 摊在阳光下 恐怕也是食料危机 TVBS无愧的最后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